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这次的会议清水诗篇是学生同学先把画呈现出来之后 然后我请学生就他们拿到的几幅画来做发想 岔子烟红开得如此娇艳 连空气都芬芳凝动了 只愿香味将此刻凝动 让我尽情地徜徉如梦的花海 这一次所表现的使用在梅材上通通都是水彩 那也刚好是借这个机会让孩子能够对于水彩这个梅材 有比较多的一些表达 那水彩基本上是国中时期一个学习很重要的重点项目 那它并不是一个很好掌控的梅材 但是这次孩子真的很不容易 这个梅材表现得相当的不错 这些小苗就在巷弄的角落 然后就可以长得很好 就让人家很惊奇 在写这首诗的时候 刚好课文有教到爱莲说 然后还有对莲花的印象 就是它总是不被运营影响 向上生长 还有它的高颜结晶 那这次刚好中港高中的学生 他们也有美术班 就结合了很多的地景地物的绘画 加上诗歌的题 结合在地的文创在这边展出 那欢迎大家有空的话 来观赏孩子的创作 谢谢 我们很高兴有中港高中 国中部的学生 他们的这些 不管是水彩的作品 或者是诗歌的创作 然后可以在这里展现在图书馆里面 让我们进到图书馆来的民众 可以一起欣赏 那把这个清水在地的文学 然后在地的美景 跟地景的对话 都一起带进来 那我们也欢迎民众 可以进来给这些孩子一些鼓励 那对他们也是一种肯定 未必一起追 赞